Hello 大家好 午夜啦 星期日 讀書Live 上次你們不斷說聲音太弱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聲音是弄不到的 因為之前幫我做影片的同事 現在已經不在香港 所以其實是沒有人幫我弄的 我是自己弄的 我不懂得通分大聲 所以你們聽到聽到 聽不到也沒辦法 你用Headset就會好一點 上次那條影片 可能是講死神的故事 即是兩夫妻遇到死神 兩個只可以活一個 怎樣決定呢? 是猜情尋 即是包剪刀去決定的 這個故事可能就是 可以引出很多人性 所以大家有很多討論 因為有很多人加入Patreon 想聽完下半份 到底怎樣欺騙老婆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留言 我又想回應一點留言 那個故事其實是說什麼呢? 那個故事就是 一對夫妻遇上死神 兩個只可以活一個 怎樣決定呢? 就是猜包剪刀 我老婆跟老公說 我們約定一起拆 一起拆 那不是一直都 一直糾纏下去 誰知道 老婆就出展 當然很直接我的理解 就是老婆想存活老公 想犧牲自己 但結果這個世界 到底是無毒不丈夫 還是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這麼誠心的男士 我老公出包 當然就是他輸了 如果老婆出拆 他就贏了 但老婆出展 他就輸了 但為什麼他會出包呢? 所以我便說 直至你們自己去想 到底他是無毒不丈夫 還是他這麼誠心 想犧牲自己 令老婆可以繼續活命 因為真相 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很少是真的會知道的 真相都是大家自己選擇 你想相信什麼 但anyway 重點我想說 就是有很多人留言 有一個留言 就是 有一個留言 我覺得最真實的 這件事千萬不要在我身上發生 因為真的 真的不敢說自己會怎樣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最貼近人性 如果你問我 我都覺得 人性就不要挑戰 不要挑戰自己的人性 可能我會覺得 其實我也不敢想像 我覺得我可能 也是會做一個犧牲對方 去存活自己的決定 也可能會 因為人性 是不是 你說人性 我也相信人性是向線的 但我相信人性的向線 不是9比1 不是線是9 是1 如果是這樣 就不會打仗 打到飛氣 我覺得人性 所謂的線 可能是5比 5比 5比 或者6比 6比 6比 我都覺得太多了 可能是5比 還有有時多些 有時少些 總之 拉雲 是線會多於我 多一點點 我自己相信 所以我經常覺得 不要挑戰人性 因為挑戰人性 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答案是最真實 一個我覺得最 最 的 答案 有些留言 不是答案 就是說 除非是死別 否則絕不生 我心想 真是屌 你什麼年紀 如果你今年80歲 我都相信你說的是真的 如果是年輕子 我就不相信 因為你的人一生 還有這麼長 你今年30歲 我當你80歲 現在很容易80歲 還有50年 50年 有很多 這個 就是attraction 是不是 有這麼多吸引的東西 因為我實際上 有很多東西 是會令到人 會改變的 如果有一個人 這樣跟我說 就是 你那個人是我喜歡的 那我也OK 我都當是 真的 都挺好聽的 但我真的 我真的不會盡信 你也不會第一次拍拖 就是現在看YouTube的你 是不是 那你不是沒有散過 是不是 有誰 不是這樣跟你說 誰都是這樣跟你說 那最後 你不是就是散了 就是有沒有人見過婚的 或者有沒有人來過婚的 那如果你來過婚的話 你就更加明白 那你老公老婆 前夫前妻 之前是不是這樣跟你說 不是也是這樣跟你說 那最後 你們兩個有沒有在一起 就是沒有了 所以 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是 大家笑一下就算了 那所以 人是一定會變的 尤其是 越年輕的人 那些 真的說三文海誓的話 就是 因為他 未必那一刻 他是真心的 但是 他實在 對人生不了解 他對於世情不了解 你想想 香港都可以一夜之間 變成這樣 其實香港150年的基業 都是用了三天時間 變成這樣 這個實際上 是沒有東西不可以變的 還可以由很好 變得很醜惡 都可以 就是 是 是 大把這些個案 所以 我會看到 如果有些人寫這些 留言 我真的 我是這樣 笑一下就算了 這樣 其實 我們上次想說 這個 這本書 就是 人骨琵琶 其實我還沒說完 人骨琵琶 我一直都想跟你說 說過故事 但是上次太多 說了說了說 我忘記了 人骨琵琶 其實是一個恐怖情人的故事 它不是鬼故 但是是一個恐怖情人的故事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越是有情的人 曾經跟你是情人也好 好朋友也好 越近那些 其實致利於死地的 恨是更加大 絕對大過任何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人 不會去到這麼絕的 真的不會去到這麼絕 我跟你三九不認識 我為什麼要這樣 去搞你呢 所以 其實 恐怖情人的故事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說 這個恐怖情人的故事 就是 想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其實最恐怖的情人 最恐怖的個案 其實就是 來自於 越有情 就是越狠 越有情的就是 越令人害怕 你看看 很多那些 那些什麼什麼情殺案 那些 雖然是瑞絲萬段的那些 其實都不是 隨便的 都是 以前可能是好朋友 好的自己 或者是情侶 前夫 前妻 就是這樣才夠狠 所以證明一件事 越愛得深的時候 就是越狠 那這個 這個部分 就真的要下 Patreon才說 所以你們喜歡的話 是可以 加入我們Patreon 加入我們Patreon 那 好了 這個人骨皮靶 我們一會兒 真的 今天一定會說 我上次忘記了 那 其實錄這條片 就是台灣 那個大選 未開始 台灣大選 就是剛剛 就是過了一個星期六 台灣大選 如果大家認識我過去的歷史 其實我是做政治新聞 其中 其實我有很多時間 那時候 都是在台灣 做選舉 無論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 那些 很多合一 那些 所以都留在台灣一段 短的時間 但是今年 其實你會見到 氣氛差了很多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基本上 香港記者 你不太說 他們有報導 以前 我們台灣大選之前 只是做那些罐頭故事 一個月前已經開始出 刺激 都是三個禮拜前 開始出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 就是找不同的候選人 做訪問 然後有很多留言 現在基本上完全沒有 就是我都說 如果一個地方 那個政治 是所有事情政治掛稅 就是所有事情都不正常 就是會影響各方面 生意會影響 就是你會見到現在 香港生意難做的原因 你說香港是不是所有條件 都比外面差 其實不是 因為那個政治因素 令到香港的其他事情 都比起其他地方 好像不相比 也都政治因素 令到正常的採訪都沒有了 就是以前 不單止是記者團 就是 所有台所有報紙 現在已經搶新聞 搶到瘋了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 接著 官戰 就是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團 是去看這個 看這個台灣的 怎樣做選舉 無論是記協 無論是政黨 就算哪怕是民建聯 都很多 就是大家當是一個 大型嘉年華去參與 原來是可以這樣做勢的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 當你政治先進去 所有事情的時候 整個社會都不正常 所有事情都是被影響 那麼 我錄這條片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但是你會見到 今年還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狀況 其實大陸就是由我 我想是由 2000年開始做台灣選舉 今年其實是最靜的 以前經常都說 知道大陸有任何造型的活動 比例如飛飛機 其實看完台灣 我們就想想自己香港的經濟是怎樣搞的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經濟是步步進逼的 我經常說我們不再說一些經濟很灰的東西 但其實你的灰又不是你自己刮它出來 有時候就好像很難地不灰 你想想香港一直以來 經常說地產霸權 現在就真的沒有霸權了 現在地產不霸權了 現在真的不幫你買地 你推出地產也沒有用 我不買了 因為以前好像陳啟宗說的 以前那些還可以賺的 現在你推出來我去買 就虧了 所以你推地我就不買 不買的時候政府就不買 不買地的時候 那錢去哪裡來呢 政府最大的錢是來自地產的稅收 那你不買地 那你自斷 即是你是自堆 自堆 自堆了就變了你那個 是會沒有收入 你會沒有收入 那這個沒有收入的時候 你在哪裡填這個洞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這個政府可以怎樣填這個洞 我覺得會計師斷股計數也不是差 你叫他去想一些很厲害的賺錢方法 他可能未必會 但是計數也沒有理由那麼差 我覺得他差是差在一些什麼 我覺得他是嚴重的離地 就是他之前 國安法前和國安法後 就是他那個項目 竟然是沒有分別 就是他覺得 香港Given那時候 就是COVID 然後有國安法等等 出現了這麼大的財赤 他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不會有改變的 按收入依然是會有這麼多的 於是我這個 很快我們就可以 這個2526年 我們就可以 恢復這個 財政的盈餘了 喂大哥 你知道我不是覺得 這件事是完全這個離地 為什麼他可以當世界是沒有變的呢 其實 其實他的人稍為 要貼地一點點 你去看看Youtube 是不是 其實現在有很多資訊 以前我們看的資訊 就是來自於這個電台電視台 Blogsheet paper 但是現在 就是越是mainstream的話 其實大家越不相信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會轉向這個 Youtube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你Youtube是什麼頻道呢 怎樣可以拿到 多一點的資訊 我又給了幾個頻道去聽 但我也說 其實每個頻道 你都不可以盡信 因為每一個 其實立場都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本來你Youtube 就是一個fragmentized 的一個頻道 就是自己followers 他喜歡那個Youtuber 而就follow他 是聽他說 但是 中間那個所謂的事實 其實可以有一定的diviation 或者大家去演繹事實的時候 其實是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大家都聽完之後 都只能夠要用自己的判斷 但anyway 我自己說 陳茂波是嚴重的離地 就是 他是世界大變了 他也可以當世界沒有變 一樣去project自己的條事 結果就是錯了 於是他就說 現在的財赤 即是怎樣可以去P&L 可以回復這個正常 不好意思 就要再 這個 再退 他本來說是二四、二五年 現在就要再 一路要再退幾年 所以 你說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沒有了這個賣地 在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不會有這個賣地 那如果 你沒有了這個賣地 你又沒有了一個很大的 income 然後 你外資又走近 外資又走近 那當然 你那些什麼 野經濟 其實你到底是可以靠 賣魚蛋 豬皮 蘿蔔 其實到底怎樣可以 蓋上外資撤離 和不賣地的數 其實現在政府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是補不了一個洞 補不了一個坑 你只不過是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 那你會見到整個政府 其實是很羊 很皮羊 是很無能為寧 是很捉襟見肘 他完全是沒有辦法 就是 到現在這樣的環境 他可以做些什麼 他就只是 用一些賣魚蛋 賣豬皮 來 敷我們 就是令你感覺良好 但是其實 市民是不會感覺良好 因為問題就是 你實實肯肯肯 你會見到 市道是很差 就是 譬如最近和朋友 一月份有很多朋友生日 加上聖誕新年 接下來又有農曆節 所以就有很多出去的吃飯 一吃飯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那些餐廳 整間餐廳 都只有一台 又或者 頂籠是兩台 即是一些 吃西餐的地方 全部都只有很少 還有 晚上九點鐘 其實已經是最後的叫 即是最後的叫 九點鐘 其實他就準備走了 十點鐘 很多店舖 有收十點 九點半 最後的叫 其實九點鐘 走到出去 整間餐廳的人已經走了 十點鐘 你不走 他還要開燈 以前香港哪有十點開燈 就算你十點不開燈 有些餐廳是十點半 十點半都和你開燈 真的很離開 如果市貨是這樣的時候 很自然 可能有很多聽聞 做農曆年就不做 如果是西餐 酒吧 那些做農曆年就不做 有些農曆年之前就關了 所以你想想 在一個這樣的經濟環境裡面 你洗錢都不會洗得很爽 所有人都會受影響 所以那些魚蛋豬皮蘿蔔 其實是不能夠敷衍我們 因為我們是很切身地 你知道有出街 你就會知道 外面的市房是很淡靜的 然後 你肯定賺的錢 是會賺少很多 因為相對之前 19年之前 甚至19年的時候 賺錢都是容易的 但是現在就真的艱難很多 反過來 其實政府千萬不要想加我們水 其實我是由頭到尾 你就是想說的 你千萬不要想著 加我們水 因為 加水 一定是在經濟環境好的時候才加水 經濟環境不好之後 再來加水 你不要想著 用國安法來壓扁 不行的 是絕對不可以的 如果是這樣 你一加水 那些人走得更加厲害 他們不能出來遊行示威 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那他們就說要走 其實現在很多人留在這裡 我都說了 走也不容易 留的也不容易 其實 走和留 我覺得中間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 香港相對賺錢 暫時都可能是 比起外國 還要好些 你不需要由頭去認識一個 新環境 去做 那當然有些人 有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需要爭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賺錢 已經很艱難的時候 你還要加水的話 這是一個很大的push factor 那些人就一定走 那香港就更加沒有人 那你越沒有人 那你越沒有人 那市道就越空 越空就越沒有人 那所以 這個cycle 就是 陳茂波 你計錯數 都已經夠差 那你就千萬不要 ignore這件事 不要想著 加水 那麼當然 他說加那個capital gain 那個capital gain 那個其實就是 capital gain 其實可能對小市民的影響 沒有那麼大 那麼主要是對大商家 是影響大一點 其實都是要割韭菜的 不過就沒有割到我們 但是千萬不要加一些 很影響民生的稅 那麼 我覺得其實任何稅 都不應該加的 就是我不是說 就是 生意好的時候 那麼 浪於比 生意不好的時候 沒有人會想比 那麼 那麼 我覺得 永遠都是 最簡單的 我的數目都很差 所以我最簡單的一個數目 就是 這個的入息 這個的開完和截留 你開完不到 那你就截留 那你政府有了一大班人 是不是 那些什麼司長啊 副司長啊 然後 副司長也有一大堆 現在有這麼多事情做嗎 我經常覺得 現在有這麼忙嗎 現在你都不忙 現在你都沒有事情做 那你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就不要養那麼多人 你一定要剩下單 是不是 就是你開 因為那些是行償的 你不是每個月 賣 那些人又收得不便宜 那些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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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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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恐懼 是不會離開的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政府 如果 Basic 是去賺錢的話 最後他可能都是割我們九彩 就是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令到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會很害怕 所以是不利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 首先要 你開完美島你必須要截留 還有那些北部都匯區那些就算了 現在你地都不用賣了 你還用什麼北部都匯 明日大雨 你有那麼多錢嗎 你又沒有那麼多錢 你有那麼大的對地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 北區政府就應該要去想一下 就不要再搞了一些趕客的事情 已經不是很聰明的了 你簡簡單單 老老實實做一些 潤窄民生的事情 所謂潤窄民生的事情 就是你開不了完 你必須要截留 不要花那麼多 那你那條數就可以花久一點 其實這些是以我這些那麼差的數 econ的人都會懂的東西 那接著就是這部書 其實想說可能那個 有一篇文章寫得也挺好的 就是叫做緣份 就是說秋月無邊 這個其實是說 李璧華自己本身在 以前《壹傳媒》 隨著《壹傳媒》的解散 他的專欄也很軟 這個其實是一個聚散 他寫了一種關於緣份的東西 我覺得寫得很好 跟大家分享的 他的緣份不是單一往還的 可以說是一群人一大件事 一宗交易一次戰爭一個潮流 都可以跟緣份拉得上關係 都是跟緣份拉得上關係 同金共苦共生共死 這個都是一種緣份 緣份似乎是不能夠創造 亦都不能夠刻意安排 亦都很難是你自力更生的 總之緣份有輕有重 有心有淺 還有亦都有無盡的 善緣、惡緣、無己緣、親恩緣、真相緣、虧生緣、互相緣、衣子緣、前生緣、後生緣、食緣、道緣、離去緣、不離去緣、葉緣等等 所以其實講到尾 講這麼多其實都是一件事 總之就是聚散都是你不能夠控制的 唯有一切都所謂除緣 一種除緣聽下去好像很圓、好像很佛系 但其實都是一種無可奈何、一種無能為力 因為聚散確實都不是人力可以決定的 人力是可以控制的 中間裏面他寫了一段是關於 和張國榮之間 因為張國榮和梅彥芳其實都拍過他劇本的作品 就是這個《煙之寇》 他說每一年的7月14月嵐節 他在燒家衣的時候 這個都是中國人的傳統 他都會為兩位的朋友燒衣致敬 他去第一年的如蘭節燒給張國榮的時候 他剛好過身 是新鬼 可能貪美也可能是未習慣 張國榮當時說不肯收 燒了很久都不化 燒了很久都不化 於是李卑華也跟他說 你先收了 他說明年再選一些合理心碎的顏色 於是就化了 第二年阿妹也離開了 他也特別選一個漂亮的奇報燒給他 一說就已經是十幾年的事了 所以相對起 生死離合又算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他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亦都很豁達 生死如此離別又算什麼呢 當時他是寫給他的讀者 他說總之所有的專欄都有不捨的一日 雖然他說 人酒茶糧過後不思糧 過了就過了 不需要很多的懷緬 其實他寫這一篇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呢 因為其實我又想起 最近有一些大家很認識的朋友 也都是我認識的朋友 離開了 其中一位是前新聞記者 也是柳俊剛 過世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人都覺得很可惜 但是你懷念他之餘 也都有一些人就是寫很多東西 然後好像要公審他身邊的人 其實那時候 其實我沒有特別追蹤他們的Facebook 但是新聞輾轉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惡然 萬事也好 人離開了 就是所有的恩怨都結束了 為什麼要去找一些東西來做新聞呢 其實也很討厭 其實也很討厭 你為什麼不可以釋視靈人呢 還有我媽媽說的一件事 其實也是很對的 如果真的是這麼好的朋友 就是對方生前的所有的困難 就是如果打我電話給你 或者訊息給你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累 我不想再 我都沒有精力說的時候 那你怎麼會現在又這麼有精力呢 是不是 就是簡單說就是 所有的緣份 就是你不知道那個緣份 可以跟你長多久 但是如果你覺得它是一個 你值得treasure的朋友的時候 其實與其死後說 就不如生前做 就是你生前對它好 你生前做得足 那你就不用之後這麼多阿滋阿滋 是不是 就是不用這麼多阿滋阿滋 就是 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就像大喇嘛說的 一個wisely selfish 就是一個人 他為什麼要對另一些人好呢 你不真心喜歡他 他也不要緊 但是其實有些事情你對他好 你為他做 其實你是不想自己有遺憾 我所有人的離去 所有緣份的聚散 到最後我也是沒有遺憾的 我也是沒有遺憾的 那其實 好受的那個是你自己 因為我沒有遺憾 所以 這件事情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提升 因為人生只可以活一次 有很多事情你只可以做一次 事後過後是不能補飛的 過後是沒有停搭 不能追的 所以就是做 就是有很多事情 OK 你做了 你做多了 有時候可能我都會有的 做多了之後會慎笨 真是笨手 總之就是不做 這些事情 其實用不需要呢 用不需要這麼 什麼呢 但是不要緊 就是 禮多人不怪 永遠都是做多了 你對人好 OK 或者他對你不似預期 那 那就算了 但是那個事實就是 你自己沒有遺憾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事情 你生前又不說 又生前又不做 死後這麼多事情說 其實是 大家都很討厭 大家都很討厭 我只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是 提醒大家 生命其實真的很脆弱 你會見到一個好好的的人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又離開了 突然之間又離開了 所以 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那天 Patreon會員 也有一個Gathering 那Sarah很好 就跟我們 分享很多 關於一些 怎樣處理情緒 處理情緒 我很同意她說 第一件事是要說 那個念頭 就是你那個 念頭呢 其實是 如果我們講的modern 一些的話 或者我們回來 平時講書 我之前跟你講的一本書叫 Law of Attraction 其實你有什麼的念頭 就會吸引了什麼東西 宇宙之間的能力 所以 其實如果 我也是講的一件事 如果你想你自己活得好 其實是 唯一可以幫你的人 就只是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幫你活得好 這個念頭是很重要 你一發覺你的念頭 說有一些很 不好的東西 對你是不好的東西 你就要想辦法 把念頭改掉 即是你去跑步 游個水 即是 堆兩杯啤酒 堆枝紅酒 也好 你只要把念頭改掉 因為念頭 其實是會越來越強 還有 那天Sarah 跟我們講 她說 一個人平均 她的量數 我忘記了 但其實她是想說 她是想告訴我們 總之一個人 每一天你 pop up 不好的念頭 比好的念頭 是多很多 是多很多 所以這個 就是當時 以前 林超英經常跟我說 她說 每一個人的生存 其實都一定是 不開心比開心多 因為不開心的情緒 你不要覺得 哇 我不開心的情緒 我真的很憂鬱 其實每一種情緒 都有它的意義 它可能在提醒你 一些外來的危險 那些 所以尤其是在動物世界 在草原的世界 當你是 越高到緊張 或者你越 警告的時候 其實你 保本保命的能力 就越高了 同樣地 今時今日都是 你越是警告的話 你就是 就是 就是 小心行事 就 洗得萬年船 所以 其實 你也不需要太 超過你自己的不開心 所以 你每一天 不開心的情緒 一定是比你開心多 這個就不是你特別奇怪 或者不是你誘惑 是正常的 就是 這個 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但是 有時候 如果你有些很不好的念頭 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也要自立 你自己也要把它 改變 你要把它自己 就是 把它變成好的東西 如果不是 其實 負面 那件事 其實會 越滾越大 這件事 就會對你好不好 這裡 我們就轉入Patreon 再仔細說 好嗎